拖拖拖拖 英國脫歐啦 好了好了 股民心碎歸心碎 還要小心後續可能會有骨牌效應 讓其他歐盟國家也想脫歐 不過還是有好消息的啦 英鎊貶值 現在要買Burberry 兵力 機架 或是要去英國玩 去英國留學都變便宜了耶 而且台灣人去英國 還是可以有六個月免簽的待遇喔 不過如果想要留在英國找工作 就會變得比較困難 在英國買房的人租金收入也要縮水了 另一方面日幣美元大漲 所以要去美國 日本科 就變得貴鬆鬆囉 還有英國脫歐 恐怕也會讓歐盟以後更加保守 台灣的商品要出口到歐洲 就會受影響了 這樣看來英國脫歐 真的是牽一髮動全身 大家也只能且戰且走啦